明年务虚年 务虚年是什么呢 就是双财库年 那双财库年需要什么呢 需要水 涂克水为财 对不对 所以明年我所有设计的钱包呢 有五个国际最时尚的颜色 非常漂亮的颜色 非常的沉稳大方 那每一个都是水泼纹的设计 而且这个水泼纹的设计呢 从画稿到制作 整个生产过程呢 全部都是由我亲自监督的 水泼纹上面还上了亮光 上了金漆 让它呢 今生随其好运到 来 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土的颜色 那这个呢 除了这个长甲以外呢 还有一个短甲 这个是零钱甲 我们知道呢 财富呢 都是这个从零开始 从这个短 这个零钱甲开始 那所以呢 我们双财库就是 大钱也要有 可以住豪宅的地方 那你的零钱呢 也一定要能够有 住豪宅的地方 而且60年 才一次 雾虚年 刚好又苟来富 刚好又碰到 2018 发发发 我希望认识我的 每一个朋友 都变成有钱人 我们大家都变成有钱人 然后我们有 行有余虑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三世 我们可以利益很多的人 很多人 抢我的皮包呢 都常常说 老师怎么办 我都没有抢到 因为呢 真的 这个是来跟大家结缘的 这也没办法赚钱 你看我送一头阿古的东西 就知道老师诚意满满 那这个是二十几年前 我的师父教我 有钱人一定要用长甲 所以我不是等到 那个日本人 写那本书出来 才开始用长甲 我已经二十几年来 所以我二十几年来 就每一年都越来越顺 每一年都越来越顺 所以今天我不尝识 把这样子的秘籍 也公开出来 男生可以 因为我今年设计了好多 男生的颜色 其实我今年走的是 比较中性的路线 因为现在很多的女生 女生朋友呢 不是只有贵妇 现在很多女生朋友呢 其实都是要工作 都是要赚钱的 很多的上班族 甚至有很多的学生在打工 你也需要有钱人皮甲 为什么你要等到四十岁 才来买有钱人长甲呢 你为什么不在二十岁 你就有第一个有钱人长甲 比别人早胜利呢 比别人早致富呢 而且明年一定是发财的一年 你不掌握先机 错过了 真的很可惜 你不掌握先机 你不掌握先机 你不掌握先机